父母离婚之后我是一个人在台湾长大的 那时候喜欢迪士尼卡通片中的公主 收集着他们的玩具 一遍又一遍的去迪士尼乐园 总想在梦中找回那种被宠爱的感觉 其实曾经也真的遇到一个特别爱我的人 记得有一次我说喜欢吃上海的汤包 汤就当天从台北飞去上海买回来给我吃 当时我就真的很想和他白头偕老 但是因为一些原因最后没能在一起 分手后整整消沉了四年 一下子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 有些人会认为我很物质 其实我只是想要未来的他有一地积极基础 希望他给我的爱能比我给他的更多一些 因为我喜欢那种被闯着的感觉 让我能成为他呵护下的小公主 我是蔡佳蓉 我来了 你在哪 各位观众 大家好 五号爆灯了 这边就爆灯了 新西兰专场是爆灯频率最高的海外专场 咱们国内的女孩子 为什么不能勇敢地爆灯呢 我就是国内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她跑错了 新西兰与大运动已经给你们评了 没错 你明白吗 你才说我做你信不信心 今天这期节目是要疯了 不不高微博智能手机《非诚勿扰》即将播出 敬请期待 《非诚勿扰》即将《非诚勿扰》即将》即将会 欢迎来到江苏宇室 布布高微博智能手机《非诚勿扰》即将会 欢迎来到江苏宇室 布布高微博智能手机《非诚勿扰》新西兰专场 有请主持人 孟非 欢迎收看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非诚勿扰》即将会 欢迎《非诚勿扰》 大家好 我是冬飞 欢迎你们 欢迎各位 欢迎黄菡老师 曾子航老师 北京的观众永远都是那么热情 让我们非常的高兴 大家收看到的这一期是新西兰专场的最后一场 这两天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在为新西兰专场场上出现了很多状况感动着 他们往往是因为一个很小的共同的爱好 或者是因为一个非常小的共同的一个生活习惯 就毅然地牵手在一块 幸福地离开了这个舞台 反过来我们比较一下我们普通场的国内的男女嘉宾 他们可能在选择牵手之前 要考量很多的非常具体的一些因素 我就不再一一举例 当然生活是非常的现实的 我们可能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有很多具体现实的考量 但是通过新西兰的海外专场 我们是不是想表达这么一种意思 我们在爱这件事情面前 是不是可以让我们人变得稍许简单一些 这也许就是我们举办那么多场 海外专场的原因之一 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 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 欢迎你们 请亮灯 我们的奖励规定是 男嘉宾第一轮亮相 获得不少于22盏亮灯 牵手成功之后 都将获得由健康瘦身品牌绿售 提供的曲线美幸福爱爱青海之旅 所有的女生做好准备 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有请1号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张滕来自基督城 现居奥克兰 今年26岁 张滕 欢迎你 看一看对面24位女生 24位女生对张滕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23号 我看到你脖子上亮晶晶的是 戴着一个大金链子吧 对 是 是 我觉得 这个不是我的品位 好 谢谢你 10号 Tony 你好 我是余地 我们是朋友 也是同行 我在我记得里 你们认识是吧 对 对 我们认识 可是我们不知道对方会来 然后我刚才来的时候 我就有看到他的名字这样子 你的口音好奇怪 你到底是来自哪里 好吧 待会聊吧 看第一条片子 你们想要我说啥呢 阿拉不需要的 我语文很慢 我不知道怎么样表达 可以提示一下吗 不会有人说我是屌尸吧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哇 这个也要说 这个话不能说的 我这样说可以吗 然后说到哪了 OK 大家好 我叫张腾 我小学毕业到了基督城 现居奥克兰 大学在坎特伯雷大学 还有新墨西哥大学 目前在纽西南最大的一家 生意中介公司工作 我之前都有过美国的女朋友 和墨西哥女朋友 然后我觉得她们对人本身的要求比较高 然后对物质的要求比较低这样 我觉得美国女生她们比较大胆和开放 然后她们会主动来追求我 有新男女生就不会这样 她们不喜欢我这类型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可以 对不起 对不起 呃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刚才说到哪了 墨西哥女孩她们的性格 就像辣椒一样辣 她们经历很充沛 在夜店一定要拉着我跳舞 然后都会骑马这样 身边很多认识华人 都会说我是福建人 可是我是武汉人 我冒着福建口音 那我这样说话 就冒着那个 我就冒着台湾音的 好了 我们有答案了 刚才里边那个他们 我上一次在节目当中说 我们在拍外拍的时候 经常能看到那种 比较淳朴 热情的 新西兰路人甲 路人椅 不管我们在干什么 拍得好好的 她会突然把脸凑进来 陈娜 你好 对 经常被打断 没有 还是没有答案的 孟老师刚才说 你是哪里人意思 是不是也是听出来 她是有台湾腔 不会有了 其实 我身边很多福建朋友 所以 有福建的朋友 福建的 就会被他们带坏一点了 就是 这不能叫带坏吧 你这样说15号不爱听了 台湾的女嘉宾 对啊 你这样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讲话声音很难听吗 还是腔调不太好嘞 你可以跟我好好解释一下吗 周卫先生 是这样的 得罪人类 对啊 不会聊天 对啊 我觉得有点压了这样子 但是我没有说不好 其实 其实还有 你说了 你就是说了 好 换一个人问问吧 19号 男嘉宾你好 我刚才在片子里看到 你是在拍片子的时候 有夜店的场景 所以你经常去夜店吗 我过去会有是 每礼拜都会去 然后来了奥坎州就没有去了 因为要上班这样 好 那你的酒量好吗 酒量很不错的 你也会去吗 我也会去 对 他的意思是你会去吗 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 是这意思吗 不是 不是 我这奥克兰都没有去 你应该是奥克兰来的吧 对 我是奥克兰的 去奥克兰就没有去过夜店了 哦 是吗 奥克兰之外的夜店 你都很熟 是吧 基督城的很熟 对 这就破案了是吧 下次我去基督城 你可以带我去 哦 已经地震都没有了 地震完之后 就没有夜店了现在 大概地震对你来说 最大的打击是吧 夜店都正没了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 你就搬到奥克兰去了 这是原因之一了 因为 你一看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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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哥们很单纯 很单纯 你怎么那么容易上当啊 再说一遍啊 你在基督城 那个基督城地震 我们通过新闻联播看到 那个地震还挺大的 当然造成很多的损失 对你来说最大的损失 是夜店都正没了是吧 哦 没有没有 最大的损失是 大学真的快没有了 哦 他现在知道 跟说正确答案了 对对 要往什么大学啊 工作方面靠边这样子 哦 要往那个 请教育 哦 自己 common sense 对啊 然后到了奥克兰生活时间 还不长吧 对 就一年而已 一年是吧 好 2号 男嘉宾我跟你一样 我是一个一个月28天 我都泡在夜店的女孩儿 然后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看到 夜店跳 你说的骑马舞 是不是这样的骑马舞 我帮Gangnam Style 休息一下 快点啊 你逼 导演可以把这一弹剪掉这样 剪不剪 剪不剪是我们的事 好 你想喝一杯 我倒是可以给你倒一杯过来 我说骑马是他们就是因为 我当时去墨西哥 然后朋友都在农场 然后都有很多马这样 他们就会 就是晚上就是去夜店啊 然后白天就是骑马打猎这样子 所以这个意思并不是跳骑马舞 那我觉得你适当的时间 可以去酒吧试试跳骑马舞 这个主意不错 对 可以的 5号 因为我也挺喜欢去夜店的 但是我想问一下 第一 你舞技怎么样 如果我说好 你会不会让我现场跳这样 那这么没有自信吗 如果觉得好的话就可以跳啊 我不要了 我早说我可以练嘛 我都没练过这么 男嘉宾 我可以陪你一起跳哦 算了吧 还是 你片子里面讲到说那个 你觉得美国墨西哥的女孩 她们都会比较 对人的要求比较高 对物质的东西看得比较轻 对 然后你又挺受欢迎的 那你就是说 你在人的这方面的 那个标准蛮高的 你觉得你好在哪儿 到夜店去跳个舞吧 好像看你也不大擅长 那你是凭什么吸引人家的呢 黄老师的问题 是比较委婉的质疑 就像你这样的 你凭什么说你吸引 能够吸引那些 美国墨西哥的女孩 没看出来啊 可是我确实有过呀 我在 你看 何以证明呢 我有很多证明的这样 没有证明的 我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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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都出来了 你看 来来来 来来来 糟了 可是我是跳拉丁舞的 这 哇 这丢人丢到了 你不要跟我商量 好好好 好 好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 等一下可以 可以放一首拉丁舞的音乐吗 这样子 因为 木屿爷17号 他要是这么要求 跳拉丁舞 可以陪他跳吗 我会跳拉丁舞 好好好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 你确定拉丁舞那个姑娘会 怎么样 你要不要试试看 那好吧 那好吧 总比刚才这段播出来要好了 好好 我们一定把它播出来 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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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我不得不跟你说一句实话 可能你不太爱听 我们这个台上来过很多男嘉宾 我懂 我懂 跳过拉丁舞 你是我见过拉丁舞跳得最猥琐 对对对 烂套 看来他在 他吸引女孩也不是靠舞姿和舞技 还是有什么 我练了钢琴过来的 然后我真的练了 就在那个夜店里弹钢琴 他接着说我会小提琴 会骨琴什么什么的 好 没事了 我们看下一条 我不喜欢瘦的女生 比如说骨头都出来这种 因为抱在怀里很不舒服 晚安 晚安 但这种也太大了 但这种是绝对不可以的 你看鞋都不穿 我之前也有和很多女生照相一起合照这样子 然后放在我手机一个相册里面 以做纪念 然后长大之后可以回头来看 然后希望 跟我在一起的女生不会在意这个 因为她们都是过去 如果今后女朋友认为我不能留这个的话 然后我会现在就把手机掏出来 把它们全部给删掉 我能不能数一数 我数一数吧 我数一数吧 我数一数 我数一数 十一个 差不多十一个 她们大概来自有华人 美国人 日本人 墨西哥人 差不多就十几个左右吧 这样不算很多了 可是我真正认真的 然后时间比较久的就一次而已 所以我就算过是谈过一次恋爱而已吧 所以这次如果有女生愿意为我留灯 我们可以以后做长期的打赏 我们可以去爱琴海 慢慢地商讨怎么生孩子成家 不行 不能这样说 不能这样说 不行 重新来 如果这次有女生愿意为我留灯 我愿意很珍惜这一份感情 曾老师 哎呀 小伙子 我现在对你这个手机里的相片 特别感兴趣 你这相片到底是那种正常的男女合影 都有 都有 你可以表达你觉得愿意说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你的意思 就是想做什么都可以 你刚才在前面那一段的时候 那个装得有点厉害 但是我还是挺喜欢你的 我怎么装的 你装得特别明显那种 我觉得每个人的手机掉了都挺麻烦的 他的手机掉了麻烦会比较大 9号 其实 你为什么讨厌瘦瘦的女孩子 我想不通 都是很小鸟医人啊 她是 她会 她怎么说话的 哎 你的观察力很好 9号女生没有张嘴 这个是富宇 她嘴一直没有动过 声音出来了 所以她是用喉咙说话的 富宇 好 我们问你 你为什么不喜欢瘦瘦的女孩子 你回答 我没有说不喜欢 就是要看 这个很难说的 就是有的瘦的也可以接受的 21号 我在奥克兰也经常去夜店 我首先要告诉你 奥克兰的夜店 虽然比起国内比较无聊 但是也很好玩 我没有经常去夜店 大家 就是因为拍的时候 正好拍在夜店 好好好 不解释 我最怕的事情 不解释 不解释 她是一个勤奋工作的小伙子 经常在办公室加班 直到天明 是这样 没有到天明 可是会很晚的 倒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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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下一条片子 我觉得这个人们够靠谱 而且很乐意助人 所以后来我们就一直交往到现在 很多华人朋友想交外国女朋友 但英文不行 所以交不到 但Tony可以 所以他交了很多外国女朋友 我们都很羡慕他 因为他比较喜欢健身 所以他的胸肌很结实 所以所有的女生和他在一起 都非常具有安全感 他因为从小就来新西兰 所以他的思想会比较西化 而且很幽默 所以会吸引很多的女生 跟他聊天呀 他比较喜欢丰满一些的女生 年龄段呢是很宽广的 从20到40岁不得 对于男生他是从来记不得名字 对于女生 人家说一次 他就记得很清楚 很实在 而且很真诚 而且他读书也很用功 我在学校图书馆里面 经常可以看到他 有时候可以看到他读书 但是我的印象里面 他都是在打多他 值得我们羡慕的就是 都是男生 他又可以玩 又经常去音乐店 但是读书也读得很好 导演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吹了 这个结果你有预见到吗 对 就这件事情很烦恼的 那你现在 可惜那名爱转角的女生 她还在惦记爱转角这事呢 她对我们节目还是很熟悉的 我感觉你挺贪玩的同时 我也觉得你是一个挺实在的人 是 我同意 基本上属于很多情 但是没什么太多害 没什么坏心眼儿 多情而无害的那种 就是她那个状态呢 所有的女孩一眼便能认出来 她是哪种类型 对 挺好的 我们对您印象都挺好的 再见 谢谢 谢谢 孟老师 再见 谢谢 我对这个结果有点不满意 因为大家看到的都是我的弱点这样子 比如说跳舞啊 其实我有很多优点的 比如说我11岁过了中国钢琴紧急 然后我会讲很多西班牙语和法语 然后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努力工作的人 就是去了奥克兰之后 就是每天上班 然后现在也是每天工作都很忙的 从早到晚 然后晚上就会去练出来教这样 其实我是很认真的想找一个女朋友的 然后不是那种灰不灰不灰很花心的人 大小在国外长大的 可能和国内的男嘉宾 在表达有些问题的时候 确实不太一样 下一位出场呢 会不会跟她风格不太一样呢 我们来看一看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老师好 20位女嘉宾好 我叫刘王 今年25岁 来自奥克兰 刘昂 欢迎你 24位女生对刘昂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张丹丹 男嘉宾你好 因为你的表情让我从这边角度看 我不知道你是在哭还是在笑 长得有点矛盾 就是刚才来的时候一直在观察 她的嘴好像合不拢 合不合不上啊 好 合不合不上啊 她们挺委屈的 然后非常开心 又不像笑 所以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开心 是不开心 是笑是哭 这我就是想表示一点神秘感我觉得 好 看第一条片子 大家好 我叫刘昂 我四岁多就来了新西兰 所以我从没上过中文学校 我的汉语都是跟父母学的 我能用中文写些便条 能进行简单的绘画 但是有很多成语 邪后语都不懂 我特别害怕会在《非诚勿扰》上闹笑话 我现在在奥克兰医院任住院医生 不是固定在一个科工作 而是各种科的工作都得做 没事的时候 我喜欢玩一些水上运动 一种叫kite surfing 还有一种叫kayak 这个运动对手肩和腰身的力量 要求特别高 尝完这个让我拥有了不错的体格 我国际象棋下的也挺不错 高中时候我也为学校 获得全新西兰高中团体冠军 钢琴也是我的最爱 我16岁的时候 考完了英联邦的八级 也就是相当于国内的时机 因为从小在这里长大 洋人的那种简单明了的人际关系 比较适合我 我不太喜欢那种复杂的东西 和不少同龄男子一样 我常常会想到很多 我特别会从体系上 哲学上去思考问题 虽然有时候也知道 这种思考对自己没有直接意义 但是还会忍不住那么做 可能这就是我的风格吧 11号 之前我有看过 类似《时事医生格雷》啊 还有港剧《On Call 36小时》啊 类似这样的电视剧啊 我觉得对医生这个职业 是有好奇的 那么你工作的时候 是不是36个小时连接工作 然后之后再会休息 然后一周的话 需要工作时间超过100小时以上 是这样吗 是一位男姐 是一位女嘉宾问的问题很好 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也是 那是老款的医生 是做36小时 一直做的不停的 然后现在呢 我们有很多就是新的这个工会的法律 就是说 因为工作太长的时间 医生容易犯错误 如果像孟非爷爷来到我们医院 我工作了34个小时 然后呢 我什么三四个药记不住 然后给你开错药了 给我吃错药了 然后呢 那就麻烦了 我就长眠在新西兰了 这么开心啊 哎呀 我 不注意吧 不是 我就随便一说你当真了 我就是 我就是最想避免这种问题 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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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那个新款的医生 男嘉宾 这儿 你们那新款的医生 黄老师在这儿 不好意思啊 新款的医生 都没有那个白大褂了 都不穿那个工作服了 我们在新西兰就是不穿白大褂 有几位传统医生还在穿白大褂 没有统一要求 没有统一要求 都是自己穿自己的喜欢的服装 经常要洗手 每次见一个病人必须洗手 然后需要 你看我今天我这袖子 然后经常洗手 你袖子怎么了 你袖子怎么了 我 挽起来了 就挽得很高 一直要洗到这里来是吧 对啊 对啊 好 13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就是对那种医生 有一种特别的情节 因为我之前看医疗偶像剧 就觉得里面的那个医生 穿那个白大褂 就各个把那个白大褂 穿得像高级定制修身风衣一样 然后那个就是霸气侧漏的那种 然后后来我也有了白大褂之后 我就发现短袖的穿上 就像卖卤肉的 然后长袖穿上就像卖馒头的 后上穿的话就像是面粉厂的 然后厂开穿就像是 神经病院跑出来 你要 你要 你要原谅她 她是 她是开一个网店的 她是卖衣服的 所以她对衣服怎么穿 她会有点特别的感受啊 好 刚才19号举手的 我觉得你蛮厉害的 你是在这边读的高校吗 还是 是在新西兰读的高校 在新西兰是可以直接 从高中去考医 然后是医师本科六年 高中就可以去考医学院 考医学院 临床医学院 就是新西兰的大夫 医疗事故多吗 什么事故 医疗事故多吗 没有 新西兰的有很好的系统啊 有保障的 那我就放心了 看下一条片子 我谈过两次恋爱 第一次是和一个加拿大人 但是她和我的父母合不来 我夹在中间很难受 最后是她提出了分手 我理想的另一半 最好是身高和我差不多 教育水平和我差不多 性格活泼 开朗 好相处的女生 我喜欢那种头脑灵活 有创意 有生活情趣的女生 非常死板保守的女生 我接受不了 因为我觉得这种女孩 不喜欢动脑筋去思考会比较懒 我自己过于理性 想找偏感性的女生 但是感性方面不能太多 太多了会难以沟通 最好是感性理性huff huff 那种想法情绪化 做时却很理智的女生 特别能引起我的兴趣 我很喜欢孩子 我觉得生三个是最合适的 因为现在世界人口均衡出生率是2.1 我希望她没有不良嗜好 我特别不喜欢抽烟的女生 但是如果你能偶尔与我喝点酒 特别是新西兰红葡萄酒的话 我还是很开心的 新西兰专场 是爆灯频率最高的海外专场 还没看到 男嘉宾还没看到 你看到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你没有看见吗 你没有看到大屏幕上 有什么变化吗 男嘉宾这里23号 23号我为你爆灯了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觉得你在短片中提到 所有对你嘉宾的要求我都符合 所以说 我很高兴 很高兴遇到你 谢谢 谢谢 我刚才提到呢 你的前女友分手 有一个原因是跟父母合不来 那么今天有女孩为你爆灯 假设啊 你把她介绍给你父母 你准备怎么协调你们二人 二者之间的关系 在人际关系之间 我觉得我们都是一个组合 都是一个家族 都需要配合才能达到共同的目标 我觉得这个之间的关系要搞得好 我要是作为一个人 是能在之间呢 能给大家一起配合好的 这是我的这一个任务 其实等于没有说耶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 最好的回答方式是 在我的婚姻和爱情问题上 由我做主 我相信是 对 那好吧 来 我给你找一个同行 找一个副科大夫问一下 18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是18号 我来自奥克兰 我是一名独立主产士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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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同行了 刚刚看了你的短片 我也想爆灯 但是被我的姐妹抢先了 我一直想找这样一个职业的男生 希望他能陪我度过接下来的人生 刚刚讲的那些条件 我觉得我也符合 特别讲到孩子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小孩的人 我也想要两到三个孩子 我会为你一直留灯 诶 如果 如果你把 你跟18号走到一块了 你们俩可以开一个诊所 对 是一个妇科诊所 对吧 产科诊所 下一条 李王这些孩子呢 他你的工作学习啊 都让我们很放心 查理这个人 虽然言谈其实比较像企划 但是鼓子里呢 还是挺传统国家的一个人 他就是有一点外离家 外离自己的房间 有时候呢 就是有点工作热情太高了 我们一出来玩的时候 他就给我们普及医学知识 让我们有点崩溃 他一开心 有的时候呢会忘我 尤其是见人乱抱 有的时候呢 这一点呢 让我们也是非常的头疼 最好呢 给我们找一个好儿媳妇 带给我们几个孙子孙女 不要太多啊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有请23号 有请18号 19号 来看一下刘昂的心动女生 是哪一位 看起来第8队牵手成功的事 要发生了 看大屏幕 三个女生的基本资料选项 兴趣爱好 好 看看三个女生怎么回答的 19号 钢琴7集 擅长民歌 喜欢读书 看电影 音乐 旅行 运动等 23号 旅游绝对是最痴迷的爱好 品酒 美食 户外运动 摄影让自己本来 就已经丰富多彩的生活 更加充实 18号 喜欢安安静静 可以一个人做的事情 比如十字秀 烘培 旅游 摄影 每周固定游泳四到五次 来 最后一个问题 女嘉宾 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遇到一个新的事业机会 是我喜欢的事业 但是对为我们家庭的经济情况未知 你会支持我吗 如果你支持我 会怎么样支持我 如果你不支持我 会怎么样说服我 19号 我会在初期的时候 会去义无反顾地 做家庭这一方面的事情 然后你可以去外面做一些事业 我会给你做好写内住 23号 作为一个你的女朋友 如果会有更好的职业 我会全力支持你 我完全会以我的家庭和经济来支持你 对职业有更好的选择 谢谢 我一直喜欢和非常欣赏 有充劲的男生 我现在自己个人的话 事业和经济收入非常稳定 如果这个男生愿意往前冲 去做他爱做的事情的话 我愿意无论在经济上 或者情感上一起支持他 我听上去他们都挺有钱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想碰到这样的 你做 对不起 最后决定之前 23号还有话要说吗 男嘉宾 我觉得到此 我为你爆灯 我觉得已经很表明 我的这个态度 而且我有很多朋友的祝福 江一燕曾经说过 如果我牵手成功 他下期马上就会来《非诚勿扰》 冲着这个 今天你一定要把我领走 这个事情 对他没有什么诱惑 对我倒是有点诱惑 好吧 你做决定吧 如果坚持选择心动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 你一个人回去 哦哦哦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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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子 胜利冲昏了头脑 你很坏 好 去吧 我不用说话了 是吧 不用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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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 来 雨过天晴的雨 24位女生对关羽印象如何 请考虑 24位女生对关羽印象如何 请选择 最大辆 我觉得有必要在这个时候 我要稍微提醒一下台上的女嘉宾 新西兰专场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 这是我们新西兰专场 最后三个男嘉宾当中的一个 机会不多 数量有限 预购从速 新上场的6号 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新上场的6号林雨婷 来自四川成都 是一个有着典型重庆妹子的地道成都女孩 兴趣爱好是舞蹈和琵琶 4岁开始学舞蹈 11岁取得了舞蹈高等甲级 曾参加了联博国人机大会的 开闭幕式演出 8岁开始学琵琶 12岁取得了琵琶高等甲级 我现在的职业是一个签约作家 这辈子干过最刺激 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和一位师姐 联合进行了关于化石水的研究 我希望找的男嘉宾他得高 得hold得住我的身高 能让我穿高跟鞋 看来这个男嘉宾 是因为身高的原因吧 对 7号 我本来是觉得他就是 有点那种小身材爆发大能量 那种感觉蛮好的 但是我对名字比较记忆 像什么赵云啊 这种关羽啊 这种我都不太喜欢 语过天晴的语 是图音 好吧 第一条片子 大家好 我叫关羽 我10岁的时候和父母 一起来到新西兰 因为性格外向 所以英语进步得很快 我11岁就开始为父母做翻译 前年还为中国教育部长 来新西兰考察做过翻译 在大学毕业前 我三个面试获得了三个工作邀请 为了原小时候的梦想去了IBM 然后在微谈工作间开拍The Hobbit时 做了一年的技术支持和翻译 现在我在世界知名的IT企业 做企业方案的设计和销售 这是一份很灵活的工作 很有挑战性也有成就感 我的兴趣爱好很广 从小就喜欢滑岸冰 球拍运动 天文和摄影 我很喜欢有科学含量的报刊 电视节目和电影 我酷爱无线电和汽车 在大学的时候 我发明过手机遥控模型汽车 新西兰国家电视台 还为此做过一个专题报道 到今天我已经有多一半的时间 是在新西兰度过的 在这边我义舞的教中文 在当地的舞龙队里表演 宣扬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传统美德和西方的经典礼节 在我身上均匀地体现着 谢谢大家 看上去有点年轻发明家的意思 刚才他说到 你说的那个电影霍比特人是吧 对 是的 我到新西兰的时候 他们都介绍有好些 好莱坞一些大片 都在新西兰拍的 《魔戒》 什么《纳尼亚传奇》 《霍比特人》 还有什么 再说两个 还有一个是叫《Heavenly Creatures》 都是很有名的 10号 男单宾 你好 我是余地 你好 我曾经在霍林顿待过7年 然后我知道霍林顿的人 都是非常淳朴的 是 然后还有就是我的新剧爱好 也非常广泛 我喜欢射击打猎 你会喜欢玩枪的女孩子吗 我自己很喜欢玩枪 希望以后呢 和你一起在《湾终亿巴探》 一块玩的时候 我们经常玩的地方 你想有一个男女朋友 两个人都喜欢玩枪 他们怎么玩 对射 1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据我所知 所有做IT的男生 全都会变成光头 请问你有这现象吗 一点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真的 你哪里看到的IT男 都是光头啊 我认识所有人都会 因为他们用脑过度 您是IT行业是吧 我 算是IT行业 对 对 他们会用脑过度 所以最后全部都从上面开始凸 然后慢慢全都 我告诉你 你说的这个太不靠谱了 台上一共两个男人 一个IT业的 有很多头发 另一个没有头发的不是IT啊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20号 我觉得就是龚柯男 特别的没有情绪 你觉得呢 真的吗 他说龚柯男没有情绪 真的吗 这是什么表情啊 我举个例子可以吗 08年我和佳人一起在看 咱们北京奥运会的现场直播 我当时 郭柯一生起来的时候 郭柯一生起来 郭柯一想起来 我当时我就 瞎 满脸 我就哭起来了 这个不 这个不在情绪范图里面 情绪 不算情绪 情绪 这个是情绪 是情感 情绪你懂吗 你解 你帮我解释一下 不好意思说 就是这个 其实情绪 在每个人那里 就不一样的感觉 就比如说他拿个手机 在那玩那个遥控飞机的时候 如果要有同样爱好的女孩 他就会觉得这很有情绪啊 我明白了 好 下一条片子 我谈过两次恋爱 最近一次是去年回国时 我通过爸爸的朋友 认识了位北京女孩 当时主要考虑到 为了不辜负爸爸 为我的事情 所付出的心血 很努力地和她沟通着看 可是女方对我们的不信任 实在让我无法接受 所以就断了 说到我理想的另一半 首先她要已经在新西兰的 或者至少已经有打算来这儿了 26岁左右是我的理想年龄 相信这个年龄的她 学业 事业已经稳定 心灵也成熟 也有成家的心愿 我更欣赏女士们的自然美 所以偏好素颜的女生 最好是那种表情和蔼 由我小学第一个语文老师 那种感觉的一生最好 我喜欢传统的古色古香的女生 那些喜欢在外面穿超短裙 配上吊带的女生 我有些接受不了 我觉得女生应该对自己有自信 有自信的女生 出去不会一直挽着男朋友的手 也不用什么问题都问男方 我觉得婚恋中不能有冷战 两个人在一起 有什么事就直说是最好的 我是关羽 我在这里等你 24号 24号很生气你知道吗 等一下 怎么 你的要求太多了 稍微等一下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第二条片子才完还没问 天哪就 就灯都灭了 来 小德 你说 3号 3号 大哥 对不起了 本姑娘才24 然后你说你习惯26岁左右 我没办法讲了这两天的学生 所以对不起了 好 这是年龄问题 24号什么原因 他的要求太多 就是好像又 说完美吧又不是 好像就是一堆 你看卡那么多 又要26岁左右 又不准穿吊的 又要素颜 又要和蔼可惜 像你小学第一任语文老师 好 那么你的第一任语文老师 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感觉都没谱 你明白吗 那这样吧 你先说一下你的小学 第一任语文老师 说完了之后 保不齐回到星期谈 很多人符合这个条件 会跟你联系 对 我小学第一个张老师 语文老师 他是很和蔼的一个人 很亲切 就是和蔼和亲切啊 长什么样呢 对啊 长得跟黄老师差不多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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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又是处一部分说话 你就直接说 我就想找一个 像黄老师那样的 我们好理解 你说找一个像黄老师 谁认识你小学第一个老师啊 对不对 对 你看你死得多远 不过我倒觉得 你要特别介意女孩儿 这年头 你要特别介意女生穿吊带裙 这可能会就是没有点买 不停地穿 每天在外边都要穿 只是那样 因为我本身是 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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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觉得黄老师 你安慰一下他 他因为你 惨遭灭凳 不不不 那是后来 那是后来 好 再见 谢谢孟爷爷 再见 哎 祝你好运 谢谢孟老师 再见 再见 可能是哪里的人都不接受我吧 面灯那么快 可能是因为我东方文化 有些太东了 西方文化有些又太西了 其实我这个人 蛮有情绪的啊 我种花 我家里有很多果树 都是我自己照顾的 希望喜欢我这样 有潜力的女生和我联系 谢谢 这男孩儿我觉得 也不是安慰他 下了节目应该 有很多孩子会给他写信的 是 条件不错 对 条件不错的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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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位女嘉宾 以及现场的各位你们好 黄翰老师好 曾子航老师好 孟爷爷爷好 我叫花文青 今年27岁来自奥特兰 谢谢大家 花文青 欢迎你 24位女生对花文青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哎呀 还什么都 还什么话都没说 你就说了一个花文青来自哪吧 是 没错 这边就爆灯了 这个心情很迫切 我们知道 刚才我说最后三个了 这是倒数第二个 就是真是存货不多了我们 那有话要说吗 我有很多话想说 那我会尽量简短地说 因为我真的 真的有点按捺不住了 因为我 我昨天就在现场 然后我看到很多 新西兰的姑娘都非常热情 然后我看着她们 一个一个牵手成功 我真的很激动 我觉得我如果再不爆灯 就真的 真的来不及了 然后今天男嘉宾一走上来 我一眼看到她 就觉得她是我的菜 好啊 谢谢 谢谢 我真的非常理解 4号这个心情 她要等她再说两句 片子一放 说不定被别人爆了 她就没机会了 我插一句啊 孟老师 我发现新西兰专场 爆灯的女孩特别多 但你们注意到没有 大部分都是咱们 新西兰的女孩子 咱们国内的女孩子 为什么不能勇敢地爆灯呢 我就是国内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搞错了 所以吧 我觉得我们三个 我们三个要稍微冷静一点 我们有点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意思 好吧 那个 哎 我们到哪儿了 刚才进行到 他们还没灭灯吧 还没有开始是吧 那就别灭了吧 24位女生对 灭过了是吧 好吧 来 看第一条片子 大家好 我叫华文青 来新西兰奥坎 已经六年半了 毕业于梅西大学金融系 目前在新西兰四大银行 其中的一家上班 平时的工作内容呢 主要是帮客人开账户 投资理财 房屋贷款 保险业务等 我可是我们分行 唯一的华人员工哦 其实我们分行 总共也就八个人 平时除了上班 我会做一些 自己喜欢的事情 周末我都会坚持游自有 如果有好的电影大片 我也喜欢去电影院看 我最喜欢的电影是 《萧生客的旧书》 最喜欢的动画片是《狮子王》 我还喜欢旅游 有空的时候 我就会和朋友 自驾去到一个陌生的小城镇 晚上那么一天 来新西兰这么多年呢 我自己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心比较静得下来了 性子也变得慢了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总是东奔西跑 奔来奔去的 在这边呢 平时会悠闲的散散步啊 说话的语速也变慢了 现在的我更加喜欢 新西兰这边的生活 我从新西兰带了一些 我们新西兰的特产奇异果 过来想送给三位老师 我特别喜欢收礼物 这个叫奇异果 就是猕猴桃 猕猴桃 是一个东西是吧 哦 它有一个好洋气的 新西兰名字哦 好 谢谢 但是确实比较大一些啊 好像比我们 为什么叫奇异果 因为它是英文直译过来的 因为是Kiwi Fruit 所以是奇异果 我送这三个奇异果呢 其实它代表了三个意思 Kiwi 在新西兰的话 Kiwi 有鸟 对 有鸟 没错 没错 有鸟 有就是新西兰的国鸟 然后呢 就是奇异果 还有新西兰当地的人 我们也叫它Kiwi 好 所以就是这三个意思 哪一个是代表了那个鸟 黄老师也是没听明白 好了 不讨论这个事了吧 我很担心台上来的男嘉宾 给我带的礼物当中 只要是吃的 几乎很少有能落到我嘴里的 因为在节目的过程当中 我会把它递给我的同事 帮我保管 但从来没有保管到最后 我的这些 我那还有 我的这些屌丝同事们的嘴脸 7号 我想问一下就是 因为我也是从小练游泳的 然后我每一年游泳变黑了之后 然后就会脱皮再白回来 然后因为你也很白 所以我想问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 这种体质 我大部分是在室内游泳吃游 对 只有小部分是在海里游 就不会晒黑那种吗 对 对 不太容易晒黑那样子 对 17号 男嘉宾你好 你好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说 像你这样其实就不太喜欢户外运动 只是比较喜欢说在室内做一些运动啊 游泳啊之类的 在新西兰的话 因为还是比较在室内 比较适合做这一类的运动 对 不过我听到就是很多女嘉宾 都提到我皮肤白这一点 那我想说 其实除了我刚才说的 因为我可能遗传我妈妈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从小比较喜欢吃苹果和牛奶 然后身边朋友就会问我 然后我就给他们一个这样的建议 他们就觉得 哎 好像是一个不错的 多吃苹果 多喝牛奶 我们看下一条片子 完了再问 我有过几段感情经历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上一段感情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很默契 也很开心 直到后来有一次 她和我 还有我妈妈 三个人在海边 我妈妈看到她穿的单薄 于是就把外套给她穿 她也就穿上了 因为我妈妈有肩周炎 我看着我妈妈肩头的膏药 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 我发现她不太为别人考虑 不太顾及别人的感受 于是提出了分手 我的理想女生呢 她不一定要美若天仙 但是要长发哦 我喜欢女孩子家教严一点 女孩子可以乖一点的 脾气性格不一定要温柔的 像个小绵羊 但是不要太火爆 不要骂亲戚 骂我可以 但不要骂太凶 我希望女生对物质方面需求的提出 不要太直接 如果能巧妙的撒娇式的提出 我还是很心甘情愿的满足你的 太直接的话可能会接受不了 在恋爱过程中 我会比较细心的观察女生的一举一动 毕竟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 观察仔细了 才知道两个人合不合适 我能在这里找到你吗 小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因为这个是新西兰最后一场 而且上次有一位男嘉宾 我想大家都记住了 他跟你的身高差不多符合 长相什么的 还有武器那种 就是能让我心动的那种男生 然后我觉得你出场很有气质 然后很有范儿 然后一直把你的手放到口袋里 谢谢 谢谢 我觉得你说的那些 你的心求爱好都特别跟我符合 因为我也喜欢旅游的女孩子 我觉得新西兰的女嘉宾 我今天给你们拼了 我不关心的 很好 我很欣赏你这种态度 我跟你们拼吧 你们听到没有 1号 你刚刚那个视频里说得很有趣 说喜欢女生来撒娇来要东西 那是有什么国籍方面的 任何方面的撒娇吗 就比如说是你喜欢韩国 中国式 日本式 国外式的撒娇吗 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些事 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其实就是发蝶的音会有特别还好吗 比如说爸 我想要那个东西 还是女嘉那种呢 你是要喜欢很可爱 你刚才那两句是一句日语 一句韩文 一句日语是吧 一句是日语 你喜欢哪一款 但其实都是一个风格的 你要把那个语言省略掉了 反正都是看到你望下一蹲 然后眼睛怎么头一片那样的 全世界女人撒娇都差不多了 对 就是你能不能说出 有什么肢体上有什么不同吗 如果可以 有来一段什么的 看一下是怎么一个撒娇的方式 就是让女嘉宾表演一下 让你表演一下 男嘉宾 我给你推荐一个女嘉宾 15号 对 15号呢我跟你讲啊 她的说话特别特别的点 台湾女孩 你可以来试一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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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呼吸 吗 女嘉宾 男嘉宾 男嘉宾 你累不累 我 我 我本来 我本来不累 现在 我生日要到了耶 然后我前一阵子去逛街 我今天我看到一个东西 我好想要 你好久没买礼物送我了 买给我吗 好 谢谢 谢谢15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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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场的各种情景模拟当中 我觉得刚才15号那段 是难得有的 现场效果很好的 9号 男嘉宾 我想问你 像我这样从来不发点 然后从来也不要奢侈品的女生 你会怎么办 是这样 因为刚才 我刚才想说15号女生 刚才给我来了那么一段 其实我刚才脚都软了 可以想一下 然后还有男嘉宾 我前面看你一段VCR里边 你因为工作挺忙的 然后平时要做运动 其实也要到户外去 我可以教你一个方法 在家里就可以做运动 什么方法 我会水晶球 这个东西很棒 我在后台一直在练 好 来 我们看一看 好 来 我们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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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的很厉害 这个不仅是练心 而且就是这个东西有一棒咒 它其实是锻炼身体 像在打太极一样 我感觉非常好 好 我们都有幸 欣赏过了 谢谢你 好 我看下一条 我儿子他是一个 非常懂事和孝顺的孩子 是一个特别懂礼貌 又细致的人 对我最大的印象 是他对的是我的认真 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学习中 他都非常的勤勉 做事有他自己的原则 和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 如果有什么事情交代给他处理 他一定会处理得非常妥当 让你放心 就朋友而言 他是一个非常值得相交的人 但是在生活中呢 他并不是一个传统的 任劳人远行的上海男人 处理家务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花文婷这个人呢 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记性特别的不好 比如说两天前 你跟他说的事情 两天后他肯定忘记了 所以在场的女嘉宾们 如果你们要他做什么事情的话 一定要时时刻刻提醒他哦 哎 大家好 我是《非诚勿扰》的蔡晶晶 大家还记得我吗 因为我不爱喝咖啡 不爱吃辣 不爱吃西彩 所以美女们 约她的时候去别的地方哦 孩子 加油 恭喜您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有请4号 还有 有请1号 3号 我们现在来看花文婷的新动曲 我们知道是哪一位 今天这一场已经发生两次这样的事情了 好 看大厅 10项资料 你选一下 我看家庭背景吧 来看看三个女孩的家庭情况 哎呦 我还第一次看小德的家庭情况 父亲是经济学家 母亲是律师 两个哥哥中一个是警察 一个是商人 姐姐金融学硕士毕业后 在非洲联盟银行工作 妹妹在摩洛哥读医学 还有个弟弟高中毕业 哎呀 他们家好丰富多彩啊 4号 父亲是高中教师 母亲之前是幼儿教师 现在退休了 1号 父亲是生意人 母亲是家庭主妇 有一个比自己小14岁的弟弟 都在新西兰 那个3号 小德 我想问一下 网上好多人说你爸是 是在非洲是特别大的官 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但是我很不喜欢他们用的那种母亲 有一次不知道他是一些粉丝 有的真是不懂脑子 跟人家说你们家是不是 你是不是属于那个官二代 是富二代 我两个都属于 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 那时候去跟教养的事实上是什么 我作为村人富有 我就觉得人最重要的是人品 而不是看人家的家庭 是有钱 你就靠近我 有一个还说 是不是你们非洲 特别穷 没法吃 你来中国 中国人呀你 我就觉得怎么可能 我家可能要约你们全家以后 都觉得这个谁死汗呢 对对对 我明白我 这姑娘说话特别耿直 他说人家问的官二代还是富二代 他说我都是 特别低调的一姑娘啊 最后一个问题 在最近的两年之内 自己有什么打算 两到三年的打算是吧 对 没错 你好 四号 最近两到三年的话 我希望找到男朋友 四号 其实我很想跟你去新西兰 然后去放松一下 也可以饭后去散散步 想过一种轻松的生活 好 小德 男嘉宾你好 我在这两年的计划 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着急 其实我本来我想要八个孩子 所以要不抓紧就来不及了 我这 因为我现在24岁嘛 然后我的梦想就是在25岁结婚 然后结婚出明月 出度明月之前就怀上了 那要换你啊 这个 这是我听到过最刺激 最有挑战心的话 他希望杜比叶就怀上全靠你了 你要不行趁早说 别耽误人家 我这个事就得负责任 好吧 好 都听完回答了之后 我们做决定之前问一下 4号还有话要说吗 其实我从爆灯之后 讲了几句话 然后之后就再没有发言 因为看了你的几段短片之后 我真的更加坚信我的第一感觉 然后看了你的短片 然后我也比较符合 你对女生的那些要求我觉得 就是虽然我是一个爵士舞的教练 但是平时我喜欢安安静静的 然后可以放松一下 然后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谢谢 好 你决定吧 直接过去 直接去了 直接去 谁啊 这些是谁啊 对我 谢谢 这是我平时自己用来喝水的杯子 然后上面写着是 为了老婆吃点苦算啥 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个杯子送给你 你一看到这杯子就不行了是吧 就崩溃了 好吧 希望你们幸福 再见 好 谢谢三位老师 谢谢大家 有请给我 谢谢大家 Pacquio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到目前为止成功率已经超过50% 动力就是最好 对 到目前为止成功率已经超过50% 这是迄今为止从来没有过的 刚才我们家里面电视台 我来江苏的电视台发来贺电 说这话像不像春节联欢晚会 我们都很高兴 最后一个马上要看到的是 最后一位男嘉宾 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来给我们新西兰专场 画上最后的句号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24位女嘉宾 各位乐师 你们好 我叫康君臣 是喝汤的汤 还有君子的君 城市的城 来自新西兰奥克兰 今年26岁 康君臣 欢迎你 没想到啊 这个新西兰专场的收官是个洋人 而且是这么有 这个穿衣的品位 这么好的男人 我觉得好像男嘉宾里面 穿衣不能跟他媲美的 就是那个白闪闪 他听着名字真的音乐意思 而且刚才男嘉宾一下来 我跟黄老师相视一笑 感觉有戏 第十顿有戏 别理他问题 蛮可爱的 24位女生对汤君臣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请选择 小特怎么了 跟刚才走的那个男嘉宾没关系 我真心地祝福他们 因为我得不到 只要姐妹得到的 我就高兴 但是这有两人 你说孟非老师 我就是一个黑妹 然后他这么白 我们两个正在一起 人家就不敢进我们家门了 要说一个是黑魔鬼 一个是白魔鬼 你让我去晒一下太阳吗 他说他是黑魔鬼 好 我们先把黑魔鬼 白魔鬼的事搁一边 5号爆灯了 来 5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曾经在荷兰刘购学院 看到好多荷兰的帅哥 但是都没有女帅 然后请关注一下 我外表时尚 内心保守 我想问一下 你以前交往过 中国的女朋友吗 有 有过是吧 有交往过 他们给你的印象是 给我的印象就是 我觉得中国女生比较 性格比较温柔 温柔 是吧 是 然后影响特别特别的好 影响特别好 还想继续再找一个 中国女朋友啊 好 来 看第一条片子 大家好 我叫汤军成 现在在新西兰做软件工程 同时也在学习汉语 学汉语三年多了 去过中国的昆明 北京 上海 感觉中国人山人海 用英文来形容 就是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有一次在中国有一个小孩子 指着我叫外国人 我回过头叫中国人 那个小朋友就被吓跑了 现在会说汉语的老外很多 不要在我背后说我坏话 我听得懂 我喜欢上海 因为那儿有国际化的地方 有老房子很有历史 新西兰的历史很短 只有两百年 这条路 英文叫Dominion Road 但我们都把它叫做倒霉路 我经常来到这吃中国菜 我很喜欢吃辣 但很讨厌麻的味道 我不习惯喝中国的白酒 但多久以后 说中文比较容易 所以上海以前 我一定要多喝点酒 19号 男嘉宾 你好 我觉得你长得 很有一种宫廷贵族的那种 欧洲的那种浓郁的气息 因为我是搞古典音乐的 我特别喜欢那种 欧式的那种男生 然后我觉得你的气质非常好 特像从那个18世纪 莫扎特那个穿越过来 你的意思 有没有人觉得 她有点像那个美剧 吸血鬼的那种意思 也有 也有 我要给你解释一下 中国的女孩 特别喜欢美国电视剧里边 好多那些吸血鬼 长得都特别帅那种 我哪有能帅呢 好吧 16号 男嘉宾 你好 你这身打扮 包括你的气质和发型 让我想到了就是 那个欧洲中世纪 或者是再复古一点的那种 夏斯比亚的那种 比较的人物 然后我想和我今天这身装束 应该挺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还挺复古的 所以我特别想 两个人站在一起的画面 会是什么样的 你想看一下是吧 大家 有人想看一下吗 来 好 这样吧 你愿不愿意她出来 你们俩走一圈看看 一个中国穿中国旗袍的女生 和你这种方法走一下 好 可以 来 赵楠楠 我觉得安米老师找一个什么音乐 可能很困难吧 来 你们从这儿出发 来 那个 就像结婚的那样 好 谢谢 谢谢张灿灿 我觉得我跟她也挺搭的打扮 我觉得我跟她更搭 我觉得打扮 9号 9号 我觉得我跟她打扮挺搭的 我个人觉得这个戏码 来一下就可以了 好吧 3号 我在哈尔滨的时候上官交 有的人很多说 怎么这么黑啊 还说那个 他的小编是什么编的 他说 有一个就说 哎呀 我告诉你 都是假的 我就说 我一直在研究 因为我的脾气和蛇特包 我说你再说我揍你信不信啊 我可以想象小德 小德他脾气不是太好 我估计有人在说这话 他肯定当时的反应是 老杨是真的 6号 男嘉宾 你好 你说你很喜欢吃辣椒 对不对 是的 就是你能够 能够接受一个性格 比较像辣椒一样的女孩吗 因为刚刚你说 你很多朋友都跟你说 中国姑娘很温柔 但是如果中国姑娘不温柔 怎么办呢 看一下吧 谢谢 然后我还想说那个 那个拍那个片子 那时候 我在那个那家饭馆里 吃了那个一个辣椒 然后他们拍了 然后其实我是那个拍了好几次 吃了大概一共吃了10个辣椒 赶紧拉死我了 拉死他了 小明 我个人觉得他这个风格 不太适合你 我又不是说我 然后我就说 因为他喜欢吃东西 然后又喜欢那种古老的城市 我觉得他可以去 我们家西安那边 然后有一条回民街 有非常非常多好吃的东西 推荐你去一下 其实已经去过了西安 然后好像去过那条街 回民街吗 吃过东西 觉得很好吃 对 很好吃 我在想 7号要是和他俩人走一块 就像他从那个城堡里 捡出来的孩子一样 20号 我觉得你让我产生一种幻想 就像童话书里走出来的王子 英国的王子 然后我就会幻想是 我坐在南瓜马车上 等着你来迎接我 那么你愿意给我一辆南瓜马车吗 我其实没有听懂你的那个 那种说 她们的意思 现在 到现在为止 这些女孩跟你说话的意思 都是说你喜欢我吗 我喜欢你 不是 她的意思是 你带水晶鞋来了吗 还是听不懂 水晶鞋 我差不多明白了 我觉得 好的 就黄老师总结的对 她们都挺喜欢你的 来 下一条 大学时候 别人都在忙着谈恋爱 但我就忙着学习 直到上班以后 才有时间 和女生好好接触交流 我的第一个女友 是一个中国女生 我和她在一起有半年 她很想要一个 能够随时和她在一起的男生 但我那个时候工作很忙 没有时间陪她 所以最后就分手了 我觉得 女友一定要能带给爸妈介绍的 但在西方 她们对我的女友 没发言权 只要我喜欢就可以了 我想找一个聪明的 有教育的现代的女朋友 我比较容易和聪明的人交流 一定要有礼貌 有气质 有求是欲 能和我一起讨论 交流 我对女生的国籍没有限制 但我希望她能和我 一起走出过门看世界 10号 大宾 你好 我是10号 我看到您的VCR 你骑摩托车是吗 是的 对 我也骑摩托车 你是骑什么样的摩托车呢 我骑的是一个小的 Honda CBF 啊 不错 对 你骑的是什么 我骑的是一个Kawasaki 是一个Ninja 其实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一个黑黑的骑得快 5号 你喜欢骑摩托车吗 我喜欢坐摩托车 好 这太好了 黑套了 哎 11号女嘉宾很懂车的 你想找中国的女孩 只是看中了中国女孩 更温柔一些 是吗 就是那个原因 哦 好的 谢谢 我不重视国籍 爱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然后遇到的这个机会 来到非常不少 所以就觉得 叫做中国女生 就是很幸福的 我看你讲话 怎么看都特别像 就刚才有个男嘉宾 不是提到霍比特人吗 他特别像里面的精灵组 精灵王子 对啊 反正不是人类 他说话呀 中文可以啊 爱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这个话肯定是他早就背好了的 好 下一条片子 汤君臣这个名字 是我给他取的 他以前的中文名叫汤姆 他一直觉得汤姆是一道汤姆 所以他不大喜欢这个名字 我给他取汤君臣这个名字 是因为汤姆是一个有诚信 对人很诚心的一个君子 君臣特别喜欢好质量的衣服 所以他特别喜欢很贵的衣服 新西兰是一个生活节奏 非常慢的国家 所以你在跟他约会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提前跟他发短信 不然他会迟到哦 我和君臣出去玩的时候 我觉得更多中国女生喜欢他 但是更多新西兰人 很喜欢我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很帅 现在最后留灯的是 为你爆灯的五号女生 有问题吗 我想跟你讲一下 我们太巧了 我大学也没有谈过恋爱 然后我有份兼职就是教对外汉语 因为我以前在出国留学的时候 跟很多外国人沟通的时候 我就觉得把中国的文化 带给他们 我觉得很开心 所以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请你好好考虑一下 太巧了 你有缘分我觉得 在他做决定之前 我们看看这位洋人哥们 他选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81344家女嘉宾面号发送到106666620 或者登陆步步高vivo 主动手机《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她们留言 想要征魂相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百合网 珍爱网世纪家园网站 或者通过我们的现场报名点 报名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节目最后感谢步步高vivo 主动手机和健康瘦身品牌绿寿 感谢节目合作方《新西兰天维网》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下期再见 缘分真奇妙 青春真美好 爱情真感人 大家看完了这个新西兰的专场 一定都会有同样的感慨 感慨之一也想 为什么在这里牵手率会这么高 当然我们可以说 也许漂泊在国外的这个年轻男女 结实本国的异性的机会比较少 所以她们会格外珍惜眼前的 这样一种机会 但是也必须要认识到 可能是跟她们对待爱情 婚姻和家庭的观念是有关系的 她们考虑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无疑会更多 而关注其他的 所谓的物质和社会的这种 匹配性可能稍微少了一点 就是因为这样一种 对感情的纯圈 导致牵手率会非常的高 往前一步是幸福 退后一步是孤独 在狠狠扰扰之间 我明亮的双目 朝能与我相爱的人 一起到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